韓流的韓 韓流创伤症候群 今天在立法院出现一个我觉得 非常耐人寻味 非常有趣的画面 今天居然是立法委员 直询立法院的秘书长 张晓晓是同一家人啊 就没有想到 庄瑞雄你是资深立委 而且是律师出身 你也看过大风大浪 就你碰到了周万来的时候 周万来也没有顶撞你 周万来也没有说什么 他就是一直对你微笑 为什么一直微笑的周万来 居然就让庄瑞雄发火 然后呢 整个情绪完全失控 宝贴哥我已经讲白了 我们要看这个表征 你看到表征就是说 专瑞雄暴怒对不对 但你看周万来没有什么反应 他为什么要暴怒 你百思不得心 要把他整个病史拉开来看 其实这是一出民进党跟韓国瑜之间 爱恨纠结 还有在立法院的这种过程 你是爱恨纠结 所以我简单各位定调 这个病情叫做HPTSD PTSD大家都知道嘛 就创伤症候群 那这H是什么